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求道后的规界,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御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不照良心愿行,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 求道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